把握时间我们来回答问题 首先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讲说疫情期间呢 觉得压力好大哦 处于好紧张的状态 感觉上精神常常就是特别不好哦 记忆力也下降 好像很神经衰落很烦躁哦 那这个晚上也睡得不舒服 吃也吃饭吃不香 他想说像这个问题呢 在这一段时间呢 既然觉得有点乌足 心情不太开心 在饮食方面我也没有办法吃一些东西 让自己开心一点更营养一点 然后这个精神状态比较好呢 像这样的问题哦 我们够到小天时间为大家找到的这个 营养保健专家 这个呢算是我们节目中的好朋友吧 因为每次都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用的 不管是汤芳也好 又或是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 补充的这个食补的这些食材 跟它里面配在一起的这个 我都觉得好可口好好吃哦 为大家请出来的就是我们 美国维康健康养生顾问 就是我们的莉莉刘莉莉姐姐 我们来请她帮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哈喽莉莉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呢 运情现在在全球的话 还是一直在这么忽好忽坏 而且呢好像这个天气冷了以后呢 会越来越厉害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比较惊讶 非常担心 看我这位朋友有些很多人听到 老是看这个数字多少 今天多少万多少万 其实呢就对自己的精神上造成 非常大的压力 到时候压力就会影响到睡眠和情绪的问题 那么现在也很多朋友呢都有患有这个焦虑症 很强迫症 这个心理疾病就越来越 抵抗力越来越差 所以呢我们就说 本身就很多人平常呢就有一些体虚多梦 最主要他睡眠的比较浅 很难就是比较深的入睡 所以呢他稍微有动静他就会醒 那么很多人就到了两三点就会睁个大眼睛 然后好几个小时睡不了 所以这个事情再加上呢 很多人长期前几个月都在家里面 那么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造成的睡眠的障碍 那么这个焦虑症我们说就是 其实我们也不要天天去看这些数字 当然也要看比较正面的数字 比较正确的数字 不要让自己有些无畏的这种恐慌症 那么我们中医说恐慌症就会造成这个肾腻疑虚 那么这个睡眠就一定不会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肾腻疑它的这个肝腰上原的气虚 它就会虚免疫力会下降 那么这样的话它记忆力会下降 期虚低落 那么造成了恐惧和焦虑 无聊还有孤独 和这种好像有这个忧郁感一样的 所以呢他这个睡眠就非常的麻烦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调理自己的这个心态呢 就刚才我说的要出去走一走 到郊外走一走 稍微运动一下 也不说完全不能出门 我们出门就是要戴好口罩 做好防御的错 这其实是没什么大问题 那么多看一下掌握一下 比较准确的信息 比较大的信息 那么最主要是增加自身的免疫力 那么这些免疫力增强了以后呢 那么你这个抵抗力就会增强 睡眠各方面都会增强 比如我们也要多喝水 多喝水以后呢 它就让自己的这个排除功能会比较强 还有要控制自己的恐惧和焦虑的心情 因为现在这个全球的 看样子这个新疾病 冠状病毒因为这个疫苗还没有出来 所以呢它的整个这个存在是非常不确定性的 持续多久没有人知道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范的这个安全措施 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平常呢我们可以说跟家人在一起喝咖啡 在家人一起吃个饭 不要怕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害怕 连跟家人父母都敢在一起吃饭 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 只要是大家做好防范 对这个身体是有好处的 那么大家还可以呢 去买一些这些像这个磷脂 很多磷脂可以包水喝 因为这样磷脂它主要是调节它这个免疫力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把那个磷脂切成片 来煮水喝当茶喝 这样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 那么最主要我们精神上要改善 还有这个饮食上 善食方面要平衡 比如说我们要有这个穀物为主 蔬菜水果 还有像鱼和蛋类啊 蛋白质的这个吸收 那么呢不要抽烟少抽烟 最基本的运动要做好 这样呢还有做好自己家的各方面的卫生 就是方方面面的话 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 那么从而对我们的睡眠 是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食疗大家可以用一个像土鸡啊 来包这个淮山还有像木瓜 那么还有像给这个姜片红岛 那这样一个汤呢 它也是增加免疫力的 对睡眠也一定有好处的 哇太好了 刚刚这个汤品我又觉得好温暖哦 尤其是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哦 如果想要让自己吃得舒服一点 然后又可以增加抵抗力 又可以让大家心情好的话 刚刚这个土鸡炖淮山炖木瓜 然后再加上红枣还有姜 这大家不妨试试看哦 再一次感谢我们每次都提供 很棒食谱的这个汤方的 这是我们美国维康健康养生顾问 我们的莉莉刘 谢谢我们的莉莉姐姐